生命在空中盘旋 抚养天地之间 世界显得如此平和 如此美丽 辽阔的视野引领着我们向前追寻 九九风连绵中看似永恒不变 然而千锋化作层层屏障 组阁中造就了 无数影画下的缤纷生命 许多看似无关的片段 却因为生存而有了交流 传透云端的凝望 聚焦 一群在空中翱翔的生物 以高姿态来贯穿这一切 并串联起所有故事的主轴 六月 野生风泪刚结束休眠 树量还很少 风荫虽然以蜂勇为主食 在育除过程中 肥嫩的青蛇 是为宝宝的绝佳选择 轻咬几乎每天 都会带上一尾 轻舍回家 然而自然界的考验 让生命无时无刻 不处在各种风险之中 风荫成鸟虽然少有天地 但是弱小的雏鸟 却是许多掠食者 觊觎的对象 敏据的台湾猕虹 就是一种可怕的威胁 比起上一个蜂窝 这次蜂鹰具有数量上的优势 这天早上 一只蜂鹰率先冲向蜂窝 密密麻麻的蜂群 由洞口涌出 疯狂地追了出去 几分钟后 等蜂群回到了潮中 蜂鹰又开始第二波的攻击 之后另两只蜂鹰也接连加入战局 轮流冲撞蜂窝 蜂鹰在冲撞的过程 会消耗很多体力 借着轮番上阵 才能让数量众多的虎头蜂群 没有喘息的机会 攻击的过程中 蜂鹰多次尝试站上蜂窝 但是因为虎头蜂数量 仍然太多而未能得逞 这一天蜂鹰群进行了 50次以上的火力攻击 到了下午 虎头蜂逐渐溃散 蜂鹰站上蜂窝 数个小时的蜂窝渐入尾声 蜂鹰终于可以开始进食 在台湾 蜂鹰与蜂农 似乎已发展出一种共生的关系 它们静静地观察 并渐渐适应 物童蜂场的作业习惯 蜂农结束工作 就轮到蜂鹰上场了 然而接近人类的野生动物 有时得付出昂贵的代价 这只蜂鹰被民众 在养蜂场外拾获 它中了兽甲 送到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救治 另一只被发现时已经死亡 脚上的色环 显示它是研究团队 细放的个体 这些是猎人 洞悉蜂鹰利用蜂场的习性 设下陷阱所造成的 而捕捉蜂鹰的动机 居然只是为了满足人类 所谓食补的口腹之欲 这只被夹断腿的蜂鹰 无法在野外生存 只能终身沦为缺氧的囚犯 再也无法回到属于自己的天空里 大自然缓缓相扣的生物链 其中的关系微妙而复杂 人类了解得少之又少 尽管科学家对蜂鹰的研究 已进行了多年 仍有许多谜团等待解开 随着气候的转变 与各种人为开发的压力不断 遨忧天气的蜂鹰 却向着我们展现最生气的启示 让我们看到在严峻考验下的生物 所表现出来的意志以及信念 当一只蜂鹰决定在这片土地落脚时 也注定了它一生的探险与漂泊 缤纷却脆弱的久久风 正映照着风音的集体命运 随着一朵花的绽放 一只蜜蜂的牵引 自然界交织的繁复网络 透过了人与音 有着神奇的链接 我们在此共生共存 演绎着彼此相依的情节 我们终于了解 在昂扬的音姿背后 需要更多人类的了解与珍惜 才能留得住更多的美丽与惊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